字幕蔣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單元我們來看一下高容量資料儲存裝置 它的主題 只有高容量資料儲存裝置的類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高容量資料儲存裝置有哪些類型 我们先看到高容量资料储存装置 我们分成三大类 第一个是软式磁碟 第二个是硬式磁碟 第三个是光碟 跟顾名思义 就是说从它的前面的形容词 软式硬式还有光这个字 大概可以一窥 所以这个磁碟它所具有的材料或是物理性质 高容量资料储存装置又叫做辅助记忆体 因为半导体记忆体存取速度快 但是呢要把它拿来做大量的资料储存装置 它的价格就会变得很贵 所以基于大量储存资料不划算的缘故 我们会采用机械式的磁性 或者是光学的储存设备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有一些这个辅助记忆体 可能已经是成为历史的名词了 那有一些还在线上 我们先来看磁性辅助记忆体 这个磁性其实就意味着它的纯根曲 基本上是利用到磁性的特性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比如说N级 我们把它当成是1 S级把它当成是0 那这个材料它一定具有磁性的特性 那包括磁碟磁带 还有所谓的这个软碟 硬碟磁性光碟 那另外一个光学辅助记忆体 也是一样顾名之一 它一定透过光学性质的这个材料 比如说我们打雷射光上去 就可以去读取到它 或者是去可以将它写入 那这一系列的辅助记忆体 包括CD-ROM CD-R CD-RW DVD BD BD就是 Blu-ray 就是蓝光 蓝光的这个 蝶片 好 那我们现在大概 简单的 分门别类介绍一下 磁性储存设备 包括磁带 磁碟跟磁性光碟 这磁性光碟就是我们讲MO 这大概也是属于这种 已经走入历史的这种名词 那其中硬式磁碟使用最广 到现在我们的电脑 不管是笔电啊 或者是桌机啊 都还会用到所谓的硬式磁碟 我常说到 H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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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K 好 那刚才第一个看到是磁带 那这张照片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磁碟 硬碟 那等一下后面还会再稍微介绍一下 从这边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碟片 还有一个读写头 那另外这个叫MO 早期呢 使用比较多的场合 就是在医学中心 他们为了要去储存医学上面的影像 医学影像呢 基本上它是不能使真的 而且它也必须要能够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久 所以它会用这种所谓的磁性光碟来储存 这个医学的影像 比如说MRI啊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断层扫描的这些 这些影像的资料 那磁性光碟同时利用磁性技术跟雷射光束来补解资料 光碟的话就纯粹透过雷射光束去存取 那磁碟分成所谓的软式磁碟 以前叫Flappy 简称软碟跟硬式磁碟 Hot disk简称硬碟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软式磁碟 虽然说它也走入历史了 但是呢 它却是我们后来的硬式磁碟的先驱 也就是说硬式磁碟后来有很多的 规格以及在设计上面 都是从软性磁碟的角度去做开发 去做延伸的 那为什么比较少使用呢 因为它容易受损 而且容量不大 早期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黑色 还有粉红色跟蓝色这三种不同磁碟 8吋用的比较少一点 因为它真的体积太大了 那早期的所谓的这个286电脑 或者是说这个386电脑 它们的这个开机磁碟都还是使用中间 使用这所谓中间的5.25 5又四分之一寸的这个软性磁碟 那它的这个容量只有1.2M 那右下角这个蓝色的3.5吋 它的容量比起中间的这个粉红色的这一张 大不了多少 但是呢 它比较就是外壳做的比较硬一些 所以它可能存在的年代会稍微久了一点 那它的结构是硬碟光碟的前驱 所以这个会从这个地方弹起 那因为它本身是圆盘状的柔性锯子材料 所以叫做软碟 那表面上涂上磁性物质 这磁性物质呢 因为经过磁化之后 变成S级或N级 就用S级跟N级呢 来去区别它到底是0还是1的资料 那它的直径大小 就比较常见的5又四分之一英寸跟3.5英寸 因为它容易损坏 外层的包装有硬素胶套作为保护 但是还是容易 因为它本身材料是软的 所以呢 有时候遇到一些外力作用 会造成它的损坏 那正版两面都可以读写资料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由多个同心圆形组成磁轨 这磁轨就叫Track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它是一圈一圈的磁轨 那我们又把这个每一圈磁轨呢 按照同样的圆心角 去分成不同的磁区 磁轨由外侧到内侧边号 最外侧叫做地铃磁轨 那最内侧就是我们数字最大 最后面的磁轨 那每一个磁轨都分割成 这个多个磁区 按照它们的原型讲 那这个磁区就叫Sector 每个磁区呢 在当时可以储存512个byte的资料 那内外磁轨每一个磁区 所能储存资料量是一样的 所以内磁轨的磁区面积比较小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它内圈 因为半径比较小 所以它的这个磁轨长度比较短 但是它一样要储存 刚才提到的512个byte的资料 所以它内侧的储存 资料密度会比较高一些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5.25英寸 5又四分之一英寸的软碟它的结构 首先它第一个每一面都有80个磁轨 由内往外或是由外往内 这样算起来总共有80个磁轨 每个磁轨把它切割成15个磁区 每个磁区可以储存512个byte的资料 那这一片磁铁片的记忆容量就是 两面然后80个磁轨 每个磁轨有15个磁区 每个磁区有512个byte的资料 所以算起来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 1.2MB的容量 那么3.5寸的 也就是1.2英寸的软碟结构呢 它一样两面都可以储存资料 一样每面都有80个磁轨 每个磁轨都分成18个磁区 那每个磁区一样按照它们的规范 就是可以储存512个byte的资料 那这个磁片的记忆容量就是等于 两面乘上80个磁轨 再乘上18个磁区 再乘上512个byte 得到的结果就是1.40MB的容量 那它有个毒血窗 就是我们把这个碟片插到我们的这个软碟机里面呢 它会把这个毒血窗把它打开来 然后呢去借由它的磁头去跟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圆形的碟片产生这个接触 而造成所谓的毒跟血的功能 那左下角一个防血口 有缺口的时候就是代表它是防血的 不能血入 那它的体积比较小 可惜性比较佳 外壳也比较硬一点 比较厚一点 所以呢它比较不容易去受损 那另外就是说它的毒血窗 防尘的保护比较完善 比较不容易让外面的这些灰尘 去污染到里面碟片的表面 而造成毒血上面的可能是错误 那硬式磁碟呢 也是一样 就依着软式磁碟他们的这个发展 他认为如果我们可以让这个硬式磁碟的碟片 第一个更加的坚硬 第二个就是可以让它在不跟外界的环境接触之下 于是乎就有这个硬碟 就是早期的这种轴层式硬碟的这种发展 硬碟将一碟片封存在密闭干净 通常他们会在无尘室里面封装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 我们把硬碟盖子打开之后 你所看到的模样 实际上它会在无尘室里面封装 确保它的这个碟片上面 能够达到非常的捷径 没有任何的灰尘 没有任何这个particle 那同学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它不是只有一片碟片 它的碟片有好几层 好几层 那每一层碟片呢 基本上呢 都跟刚才的软碟片一样 双面呢 基本上都可以储存资料 中间有个主轴马达 那无时不刻 只要通电的时候就在转 那我们的这个碟片呢 都会有所谓的磁头去读取它 那这个磁头要去读取 就必须要有所谓的驱动臂去移动 因为它要从内圈到外圈 或从外圈到内圈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这个驱动臂 去移动它的读写头 让它可以去读取到内圈或外圈 不同圈的这个资料 那它本身的这个碟片材料是金属做的 因为是很坚硬 所以我们就称之 就称它叫做硬碟 好 这是一张示意图 就是告诉各位同学说 我们的这个硬碟呢 其实它看起来好像是这片碟片 其实它做的薄 所以它可以同时有很多碟片 叠在一起 然后分别有不同的读写头 去进行资料的读跟写 那么在旋转过程当中 这些碟片的转速都一样 因为它们只有一颗马达 所以它们用相同的转速 然后透过这个池头 不同池头在读写 它就可以读到不同的资料 那池头是漂浮在碟片表面 一个gap很小的空气层 那磁碟片运转速度很快 就是希望能够加快读取的工作 常见的有5400转每分钟 7200到1万 甚至到12000转每分钟的 我们都在市面上资金见过 那碟片呢 直径有3.5英寸跟2.5英寸两种 那3.5英寸呢 在早期都是桌机在使用的 那2.5英寸呢 大概就是在笔电上面 为了要缩小它的体积而使用的 那当然 体积比较大的 它的转速会比较快 当然它的存取速度相对比较快一些 那更早期有所谓的5.6四分之1英寸的版本 以前叫大角 匡等公司所推出来了 好 那因为刚刚提到了 它由多片坚毅铝合金 人盘叠成人负状 那人盘两面上都涂上磁性材料 那一样跟软碟片的规格 还有它的模式是相同 都分磁轨磁区 同一个半径磁轨的组合叫磁柱 那磁柱的数量跟 单面磁轨数是相同的 这个请注意 这个本来就是如此 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来看一下 中间有个spindle就是转轴 那它让每个碟片的转速都一样 那同学 我们的这个 这个同心圆呢 都叫做一圈一圈的磁轨 那磁轨上面可以切割成很多磁区 那这个不同的这个硬碟 或者说不同厂商做出来的 它的规格都不一样 也许有的磁轨 它上面有80个磁区 也许有的磁轨 它上面有64个磁区等等 那右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所谓的磁壁组 那透过这磁壁组呢 它可以让读写头 往内圈或是外圈的方向去移动 好让它去读取到 内圈和外圈不同的磁轨资料 好那这个看到的是磁区 接下来同样的一个半径 所有的磁区 它们可以称为是一个磁柱 那这是读写头 它用来读取资料的 每面的碟片都有专用的磁头 它可以同时存取资料 那磁头数其实就是碟片的面数 磁柱数就是每面的磁轨数 所以多个连续的磁区 就可以变成是一个磁丑 就是cluster 是作为系统存取硬碟资料的单位 那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这样就很清楚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的碟片呢 在一颗硬碟里面 它是有好多个碟片 所以它就可以有好多个读写头 分别去针对不同层的碟片 去进行资料的存取 那磁碟容量也跟软碟的容量计算一样 我们要算出它的这个磁轨总数 那磁轨总数呢 就由磁头的数目去乘上磁柱的数目 也是面数去乘上轨数 那硬碟容量基本上就是 我们的磁轨总数乘上每一轨的磁区数 磁区数 那刚刚说过了 每一家不同的公司呢 单一个轨道上面的磁区数 或许在规划上面不一样 那再乘上所有的磁区密度 每一个磁区呢 刚才说了 软碟一个磁区一个sector 可以存放512个byte 那硬碟一定更大 所以我们以Seagate生产的编号 ST2141040A硬碟为例 它有16个磁头 4095个磁柱 63个磁区 每一个磁轨有63个磁区 那每个磁区一样 可以放512个byte的容量 那这个硬碟容量就是 16个磁头乘上4095个磁柱 也就是65520个磁轨 那硬碟容量就是65520个磁轨 去乘上63个磁区 而每个磁区又有512个byte的容量 所以乘起来之后就可以得到 它大概是等于2.1GB的容量 这是早期的啦 像现在我们的这个硬碟 动辄就是上梯了 好像 我们上次在那个 电脑展上面都已经看到 有16T的硬碟 只是说它单价相对是比较贵一些的 那就比我们现在所看到这颗硬碟2.1GB 大上了将近8000倍的容量 硬碟存取有效能上面的差异 首先我们先看到 资料存入磁碟或由磁碟读取 资料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称它叫做 Assist Time 就是TA 存取时间 那它包括了搜寻 还有旋转 资料传输 这几个时间 所以我们总偷偷的存取时间 就是我们的搜寻时间 加上旋转时间 再加上资料传输时间 什么叫搜寻时间 因为我们的词头读写头 未必一定刚好落在我们的 想要读的资料 或是写的资料的这个磁轨上面 它可能要从内圈往外圈走 或是由外圈往内圈走 所以当我们找到 磁轨所需要花的时间 这就叫做搜寻时间 那因为你的磁碟机的驱动壁呢 要把磁头移动到指定的磁柱 或是磁轨上面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我们最上面那个读写头 它会向内或是向外移动 透过这个移动 去读取到它 想要读的那个磁轨的位置 那第二个叫做旋转时间 也就是找磁区 好啦 轨道找到了 可是呢 我现在呢 未必一定刚好让我的读写头 落在我们要读过写的资料位置上面 所以呢 我们需要等我们的 碟片继续转动 转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那才是我们真正要开始的起始位置 可是呢 这个旋转时间通常是一个平均值 因为搞不好我正要读取 结果我刚好错过 我想我现在读写头到达的位置 刚好错过我们的这个这个叠片 刚刚旋转过的位置 所以我必须要又要再去等它绕 几乎一整圈的时间 它才会回来我们现在读写头的位置 所以我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是 它叠片绕一圈的时间 但是也有可能我运气很好 我读写头刚到的时候 这个读写头所坐落的位置 就是我在这个磁轨上面想要去存取的位置 这时候我连半秒钟都不用等待 就马上就可以开始去存取了 所以你说这个旋转时间到底是长还是久 所以后来人家用这种几率的模型去算出来 就把它最长时间 也就是需要再等待它绕一圈回来 因为我们刚好错过了 跟刚好我们读写头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 等待半点等待时间都不需要 把它加起来平均 结果发现它其实它的平均值就是 叠片转动半圈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宣传时间的平均值 再来就是资料传输时间 这个开始资料传输的时间 就是池头到指定位置区域之后 它去读取资料 或者是将这个资料写入碟盘 所必须要花费的时间 那这个因为我们的读取 必须从读写头读到资料之后 然后透过硬碟内部的传输线路 早期的话都是用所谓的并列式传输 然后送出来之后 最后送到主记忆体 这一条漫长的旅途 所以这个叫资料传输时间 那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看这颗硬碟的规格的时候 上面其实都会有 因为这个是每一家做硬碟不同的公司 它必须给这颗硬碟他们的产品的一个规格表 那硬碟资料传输界面 从早期到现在 所谓的IDE到现在 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SATA 那后来有所谓的这种 这个SCSI的界面 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IDE ATA速度比较慢的这个界面 那这个在前面我们的序列传输 跟并列传输里面曾经提过的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序列式的SCSI 也就是SAS 那目前市面上最常见就是SATA 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 我们讲SATA Serial的ATA是最常见的 那先从左边看起 这个最左边的就是早期的并列式的IDE 并列式的ATA 那后来现在呢 在演变到现在SATA的过程当中 曾经还出现了所谓的这个SCSI 就是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从右边算来第二张 那这个在当时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主流的界面 所以它必须要额外再买一张界面卡 它并没有说做在一般的这个主机板上面 那这个SAS呢也是一样 就是因应着我们的这个传输呢 逐渐的从并列式 那早期SCSI是并列式的 为了要能够有这个序列式的走向 所以它也开发出一个所谓的这个序列式的 SCSI的这个界面 就是SAS 但是现在目前最夯的最流行的 或者说最 popular 最常见的 其实就是我们从左边算来第二个 SATA的这样的一个传输界面 那SATA界面也分了好几个时代 跟USB一样总是为了要让它效能更高 那基本上呢它有一些特性就是它排线很细 支援热插拔 那速度一开始第一代只有1.5Gbps 每秒钟 第二代的时候变成2倍 变成3Gbps每秒钟 那头尾呢可能有一个起始未员 跟结束未员 那所以你看这个SATA3的速度 叫做6Gbps每秒钟 实际上传输速率呢 就算一下它只有 这个0.8的资料 资料速率 那6乘上10分之8再除上8 所以6Gbps每秒钟 其实它有600MB每秒钟 这其实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 那另外再谈到这个小型电脑系统界面 SCSI Smoke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 用于电脑及周边装置之间的并列传输界面 那在早期呢包括硬碟 光碟机甚至硬表机扫描机 这个特别是以前早期的印表机跟扫描机 它需要有快一点的界面 那它就采用这个SCSI的界面 但是它必须要扩充这个控制卡 最多可以连接15部装置 但是价格比较昂贵 常常用在所谓的 在当时用在伺服器主机 那SAS其实就是Serial的这个SCSI 它是同时 SAS同时相容于SAS跟SATA的硬碟 那SATA硬碟可以接在SAS的控制器使用 但是SAS硬碟不能接在SATA的控制器使用 这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 那硬碟传输的界面比较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那么早期呢 这个SCSI界面确实是 还引领了一段风骚的时期 但是后来因为成本比较高 所以逐渐就被我们的这些厂商所放弃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硬碟呢 后来走向就是所谓的这种固态式的硬碟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硬碟是用轴层式的 它是碟片漂浮在轴层上 或者是漂浮在液态的物质上面旋转 转着转着呢 它可能会怎么样 会产生摩擦 有可能在早期的这种 就是这个非液态轴层的年代 转着转着 它的这个钢珠磨损 所以它会越转越慢 这会造成它的这个 这个读取的效果会变差 所以后来呢 就是因为半导体的制程越来越发展 所以呢 他们就想到 要用所谓的快散记忆体 来去取代原先的磁碟材料 那后来他们就想到说 这个USB的这个材料 USB随身碟的这个材料呢 它里面用的是所谓的这个 NAM型的快散记忆体 它不但耗电量低 重量也轻 我没有噪音 因为它不用靠所谓的马达旋转 那另外它还有抗震动 我们的这个碟片在震动的 转动的过程当中 最怕震动 因为它一震动呢 乳血头就会撞击到我们的碟片表面 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硬碟的碟片表面受伤 那这个可能就造成我们的资料毁损 那另外就是说它 毒血速度快 因为我们的这个传统硬碟呢 毕竟是用碟片旋转 所以它的速度会有极限 会有一个极限在 但是我们的这个固态硬碟呢 它是用半导体制成 是用机体电路制成 所以你可以用所谓的时脈 去控制它存取的速度 最后我们来看小杰 一个半导体记忆体存取速度快 但价格贵 所以在以前先采用机械式的磁性 或光学的储存设备作为辅助记忆体 那这个磁碟的这个容量呢 可以从磁轨的总数去乘上 每一轨磁区数 再去乘上磁区的密度 那么磁轨的总数其实就是磁头的数目 去乘上磁处的数目 接着 资料储存磁碟 会由磁碟读取资料所需要的总时间 称为存取时间 那包括搜寻旋转资料传输时间 这三个全部加起来 这单元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